大家好,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 今天,我们来聊一个可能被你严重忽视,但却直接关系到你寿命长度和生活质量的话题。 如果说,有一种营养素的缺乏,其危害性被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列为与高血压并列的,可预防的主要死因之一,并且补充它,就可能让你的预期寿命增加5年。 你会不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饮食结构? 最关键的是,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可能处在缺乏的边缘而不自知。 今天,我们将深度解析这个关乎我们长期健康的隐形开关,Omega-3。 在给出具体方案之前,我们必须先花一分钟弄清楚两个关键的字母,EPA和DHA。 你可以把Omega-3想象成一个大家族,而EPA和DHA就是这个家族里两位最重要,能力最强的明星成员。 它们几乎只存在于海洋生物中,比如我们提到的三文鱼。 而像亚马子、奇亚子这些植物中的Omega-3,主要是另一种成员,叫做Ola。 为什么我们必须强调EPA和DHA呢? 这就要提到我们今天内容的核心信息来源,生物医学博士Ronda Patrick。 他是一位专注于衰老、营养学和神经科学交叉领域研究的科学家,致力于将复杂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普通人也能轻松实践的健康准则。 正是他在访谈中明确指出,EPA和DHA才是我们身体真正渴求,能发挥关键作用的那两种Omega-3。 具体来说,EPA更像是一个生理调节器。 在访谈提到的研究中,正是EPA,展现出了强大的抗炎能力,能够直接对抗并抑制因炎症引起的抑郁症状。 同时,在另一项针对心血管疾病的临床试验中,也是高纯度的EPA,将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降低了25%。 DHA则与EPA协同工作,它们都是构成我们身体的关键部分,尤其对大脑和心脏健康至关重要。 所以,现在你明白了,我们追求的,不仅仅是Omega-3这个总称,而是要确保我们摄入了足量、高效的EPA和DHA。 这就是为什么后面的所有方案,都将围绕海洋来源展开的原因。 我们的第一个明确的量化目标是,将你血液中的Omega-3指数提升至8%以上的理想水平。 要知道,当前大部分人的平均值仅在5%左右徘徊。 要实现这个目标,主要有两种可靠的途径。 途径一,补充剂方案,高效且纯净。 具体操作是,每日补充1-2克高品质鱼油。 根据Ronda博士引述的研究,这个剂量足以有效地将Omega-3指数从不理想状态提升至健康水平。 一个关键细节是,在选择产品时,请留意成分表,优先选择甘油3指形Triglyceride form,它的生物利用度更高,也就是更容易被人体吸收。 此外,一个常被忽视的优势是,合格的补充剂经过了严格的提纯工艺,可以有效避免海洋鱼类体内可能负集的重金属及微塑料等污染物。 途径二,天然食物方案。 首选食物是三文鱼这类富含脂肪的深海鱼类。 食物摄入的优势在于其天然的分子结构,吸收过程非常自然。 但如前所述,需要关注食材来源的纯净度问题。 所以,两种途径各有侧重,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选择。 那么,Omega-3究竟是如何发挥这些强大作用的呢? 首先,它直接与我们的预期寿命挂钩。 多项研究证实,Omega-3指数高于8%的人群,比低于4%的人群,平均预期寿命多出5年。 而更令人警醒的是一项关于风险对等的研究。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,一个Omega-3指数低的非吸烟者,其长期死亡风险,等同于一个Omega-3指数高的吸烟者。 这个结论的分量,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。 其次,Omega-3是强大的炎症调节剂,对心理健康至关重要。 Ronda博士指出,慢性炎症是导致抑郁症的重要生物学基础之一。 在一个巧妙的实验中,当研究人员向志愿者体内注入醋炎物质引发抑郁情绪后, 补充EPA,能够显著抑制这些负面情绪的产生。 最后,它是心脑血管系统的坚实防线。 对于已有心血管疾病、风险的人群,临床试验表明,每日补充特定剂量的EPA,能将心脏病发作、中风等严重心血管事件的风险降低25%。 同时,它对维持大脑功能、延缓认知能力衰退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。 综上所述,确保充足的Omega-3摄入,其重要性远超我们的普遍认知。 它不仅仅是锦上添花,更像是为我们的长期健康构建一条生命攸关的防线。 因此,从今天起,我建议您认真审视自己的饮食习惯。 无论是将三文鱼纳入每周的食谱,还是选择一款高品质的补充剂,这个简单的行动,都可能是您为未来数十年健康所做出的,最具价值的决策之一。 希望本期内容能为您提供清晰的指引。 如果您认为它有价值,请通过点赞和分享,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些重要的信息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